世界白航台 都在台灣新鑽街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九五名的土耳 觀眾朋友 今天民進黨中進會正式 提名單市長 這位我參選台北市 林家龍參選新北市 創意文主席 願望單市長跟林家龍 獲得雙榜雙祭頭 連手北臺灣收度寬 造肺建設 到底進步 為北臺灣的整體發展開創新鑽 這樣是年底六都跟地方選舉 民主進步黨跟中國國民黨人選 台北分集定委 選前正式要來祈禱 這個選舉一方面可以說是創意文 總統第一次基準選舉 創意文第一次政黨主要在處理 疫情 這方面會是表現信任投票 另外一方面 這方面結構尊重影響 是控制宿總統代算 民進黨會尋求 控制宿投票進行中央 台風執政優勢 如果中國國民黨需要 票票要二空二空跟中央全國 講到後來輸第三次 選前要來祈禱 臺灣新鑽蓋也正式開始 來講這道選舉 現出的進局 選舉的市民 今天我們作會來討論 小駕現任來賓 邀請中國國民黨 文團會定誓 委副主委 大家好 邀請民進黨 台北市議員 中務蘭議員 大家好 再來 主親媒體人 出兵 約休假休假 休假 會來參加討論 台姓 我們先來看 今天民進黨 中央 替名 丹市長 跟林家梁的報導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來臨 我們需要提出新的地方治理團隊 來因應各種新的挑戰 雙北自然是我們後疫情時代裡面 非常重要的兩大自下市 我們在今天提出最強的雙箭頭 不僅是要爭取市民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藉由雙箭頭 來帶動整個臺灣 前進的動能 有機會為我生長 居住的城市 做出貢獻 這是我畢生的榮幸 台北市為國家的首都 擁有最多的資源 但是這指您的施政的滿意度 總是不盡理想 我雖然身以台北市人為種 但我也為台北不捨 因為台北值得更好 交流新的新北認同 要創造的就是新的驕傲 新的文化還有全新的志氣 這也可以說是新北市的志氣 新北市的志氣 各位朋友 首都圈願景的十二門課 我會繼續上下去 那麼 但是還少了第十三門課 那就是新北要選出願意做夢 願意做事 勇敢承擔的新新北市長 中議員 今天民進黨中政會正式拿名 但是中政議官來參選 這也是民進黨頭敗 為台北市要把中國國民黨做 執政黨抓完的政黨 來把台北市唱歌回來 總是但是中政議官因為 防疫的表現真好 若人來給人 若人黑漏也在中提名 不過做 防疫跟做台北市長 又不一樣 防疫行政做得不錯 總是現在有人在說 疫情都要不結算 這個防疫會很會 但市長進行參選一個保護 好 我們來講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但市長做我們防疫指揮官 他做得好得不好 我們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兩年前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用了很大的政策 用很好的表現 那時候可以說是每一天 都在疫情都控制得很好 到疫苗有加零的時間 非常非常有一個長時間 到疫苗 今年四月份 然後開始Omico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疫情 因為它是團燃性的流行性 還有團燃性的這個疫情 所以這個群聚起來之後 早上到當時有對四月份的開始 一千萬兩千萬到最關聯性到九萬萬萬 但到這裏之後已經到達到一萬萬萬萬萬 我要跟大家說這個疫情一定有一個高峰值 也就是平陰值 但是我們是說在疫情的控制過程當中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疫情 我們叫做減災 我在這裡說減災就是說疫情來 從哪裏風胎來 一定會來 但這個風胎來 我們是要怎麼把他用到給他 可以風胎來 傷害到傷害死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兩點要做 但是地方部長 指揮官 他應該說 我在這個政策裡面 有人批評說口罩什麼 口罩啦 或是這個 這個叫做快篩政策 說慢半拍 就這樣把他麻 把他捕捉 把他吞搭 我覺得我們口罩是 一開始我們覺得我大家都要戴口罩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根本就沒那麼多 口罩的這個工廠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做一個政策 叫做口罩國家隊 這個口罩國家隊之後 我們整個口罩的鋪平 都順利 這個後面 有人說 我們這個快篩 快篩之亂 跟陳時中來幫他頂胸來幫他捕 我說因為這個Omicron來的時候 他是來勢胸 等來勢胸胸之後 我們台北說 本地我們沒有了解 我們對這個疫情 因為說 應該控制會好 所以我們並沒有準備 真的這麼多快篩劑 但是等這個快篩 但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開始說 我們要用快篩羊 就是我們這個快篩 快篩 如果確診後的動作是 這種的確診方式 我們要監禁這個政策 但是總之以為這方面 實在是做得很好 總是這個跟市場不一樣 我們知道說現在台北市 他們民眾黨是 執政黨 他們有這個執政的保護 我們看到這個大紀丹這個問題 各個問題 本地做市場進行 也是說到本期 總是處理這種事情 就有抽象 就有法律上的問題 他最後也沒辦法處理 但是都在處理政府很厚 不過處理這種地方的事務 他不需要比較強的經驗 做市場的方式是休想 因為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個事情來的 你就要把他分案情的這些複雜 更簡單 分工合作 所以我想做指揮官 也是要通領到各部門 各局處來改善 不管是對這個防疫 不管是對這個就醫 不管是對這個檢驗 我們都說PCR 還是高公路要看篩養 這其實都有一個邏輯 我現在說如果做市場 今天有說風臺要來 市場他也是叫指揮官 他叫做防臺指揮官 他就要挑釁在我們的消防局 工務局 寬佛局 還有其他國局處到區公所 跟裡面都全黨員說 叫大家準備刷包做什麼 我想這種的做法應該是休想 簡單說 如果防疫指揮官做得好 用這種方式再來做市場 我相信辦法做法是休想的 其實我們的大家要去想 這是不一樣的例 要用不一樣的人 我們不是一層不變 就是說在防疫的時候 用的是醫療團隊 而且在市場的人來 用的是工作團隊 是叫做減災 是叫做如何防止這個 災害的擴充 災害的擴大 就是說水是不是有這樣順利 譬如說 水沾是不是運動好 水高是不是有通 這都是市場 要是首先在風臺要來進行 他要去順利的工作 他們做官要說 做市場跟做指揮官 技師當中是在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叫做領頭羊 做一個工作的分配者 所以我認為 只要指揮官做以後 他來做市場 一定有法度裡面 這種市場的弊端 人民疏忽 人民疏忽 這種英姓 這種見識 還有人民的訴求 他會用他的地位來瞭解說 這是不是應該市場 要在這個時間裡做很多決定 所以市場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要清楚 而且在應該決定的時候 必須要做明快的決定 絕對不可以拖 那個叫做救濟 救濟的情況之下 就是考驗 我們市場的這種地位 要做事情的靈活度 我相信 以前可以說是 錯綜複雜 不可以說是來勢洶洶 他就有辦法來把它化解 來擺解 做到說他有防禦 讓我們正在台灣有民主 正在台灣在國際社會當中 叫WHO 稱讚說是台灣是 防禦做得最好的這個國家 如果是這樣這個情形之下 太多是休想 做法一定有辦法來 跟他的太多來結合 他們主管是說 陳時中有具備這個靈力 也有具備這個地位 他用他的靈力和地位 所以應該有辦法 台北市走向新的 新的跟國際接軌 跟新的這種做法 讓我們的城市驗警 讓我們大家對這個社區 這個速度和循環 都可以呈現出來 讓我們做一個台北市 真做一個國際社區 應該當市長部長 當市長市長 他會做得到 是 副主委 一樣的問題 郭民黨現在在台北市 也是在壓動 總是郭民黨的參選 政府萬安立委 他也無法做過政府官的經驗 比當市長部長可能還差一點 他在安裝來面對 現在台北市面對的 譬如說 剛才有說到的 大紀丹 鞋渡 在料金 競爭的問題 政府萬安安 先生怎麼處理 我不會覺得萬安委員 比當市長支援官更差 你說當市長部長 他的重生生來 過去起床醫生 到要接的 衛服部的部長 然後在這個疫情來的時候 這兩年多來 他做重要的自衛官 剛才議員說 但是國民的這個風險的表現 都是在頭前的 我們必須要說 那個時候疫情 不然你賣的時候 只有一個水安 你就輸人 輸人的時候 不然才去做水安國家庭 沒有疫情的時候 你的民調八九十八 但是等到疫情你賣的時候 你沒有檢討自己的行政自然手 耍耐的時候 你怪每次萬家的機民說 欸 破口地盤 不然才去讓人 立法委員去發現 就說三家宅 你如果機場觀光好 你不要有這些機師 這些航空靈環 這樣的時候 有人這個民進黨 立委去把你貼貼 耍耐把三家十一這個破口 然後你把它開去 耍耐的時候 走去萬家 耍耐的時候 你說萬家這個這個 這個疫情的破口是在萬家 你讓萬家的鄉親 大家是多痛分 你現在民進黨的民意代表都說 欸 它沒誇張 所以說你都說的疫情 我就說啊 你如果覺得他疫情好 你今天不才會拿名 他選大白市長 耍耐的時候 你現在疫情開口的時候而已 現在所有的國庄的基標 我們都在全世界 都白天最賣了 在他的時候 你說疫苗的時候 你也輸了 你可以說頂頂頭頭 不要說什麼 最支持你的民進黨的這個陳志漢館長 就說怎麼樣 你如果出來的時候 如果要跟你批判 你害得所有的這些經濟蕭條 欸 你甘孟夫就對了 你說萬能的委員 他第一任法委員做兩次 耍耐的時候 他必須要來瞭解 是 他現在可以說 雙腳下去走的時候 只有十二的行政區 可以說走走走 你當時中部長我請教你 你每次十二的行政區 你走幾個 剩四五多歲 耍耐的時候 你現在只說 民進黨的民意體說什麼 我要提醒每次的能見度 欸 你不要說什麼 只有我們這個疫情 現在的時候而已 你就輸到全世界 你都白天賣了 你叫這些老百姓 你說要提醒 不要說出一支嘴 我說是 你要遷入十二的行政區 你下去走 你去了解老百姓 今天為了這個疫情的時候而已 我們要受傷多少 你說今天的時候 你說大巨蛋的問題 欸 這當初是 副瓜分得市長 你在參選的時候而已 你是說要把大巨蛋 要把他放起來 你要把他拆掉了 三個月下的時候而已 欸 你現在三十到三十 你也要 你如果要跟建凶 如果好好的做都要說 今天大巨蛋早就已經落成了 這就是萬安委員能夠標籤的點 所以說你一定會標籤 一定會說的啊 但是你現在的時候 我說是 民進黨一直在說說 你萬安委員 你怎麼都沒有公共 關注市長的政策 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現在不是你的側議 你的市長好選 你到底是在哪裡 到今天這麼重要 對不對 你今天的時候 我們說是 我們今天選舉 有很多的方式嘛 不是只有平平 你當人的配平 進前就在配平 黃三三副市長 你代資參選的問題嘛 刷在行政榜莊的問題嘛 怎麼都沒有 你要去了解記載 到底問題在哪裡 民眾市民需要什麼 我相信你就是要活動的嘛 不是只有你希望裡面 一個人每天都開記者會 這樣就能夠改善 雖然我們孫孫副市長 現在要不會選佈 要參選要不會定案 不過我們看起來 台北市也是一個三家座的局面 國民黨怎麼看這邊三家座 有這個經濟 我是認為啦 我年輕的時候我就 個人我就說了 國對社不一定而已 但是三家座你不一定輸 為什麼 因為你當時中部長 你沒有比應該四年前 這個搖問題委員更快力嘛 但是你怎麼比科 國民黨市長現任的優勢 那你嫁王沒有嘛 但是你黃珊珊副市長 你敢有比四年前的國民黨市長更快力 也沒有嘛 但是你敢有比四年前的搖問題更快力 也沒有嘛 但是萬安委員 你包括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民嘴 常常在說萬安委員 這個選項像丁守中委員佛系的打法 但是我請教 四年前丁守中委員佛系的打法也才輸三千 你今天萬安委員 我不敢說他比丁守中委員更快力 但是他也沒有比丁守中委員更快力 所以說你如果持平台度的時候 如果三家座你丁市長部長 跟黃珊珊副市長跟萬安委員 三家座來比起來的時候 民調也都三十多% 二十多% 你沒有那個十多%的 你也沒有那個個位數 東崔西 要本地 那就是大家都有機會 對 大家變成八百 八百的時候你民進黨一直說 黃珊珊副市長會撐到萬安委員 拿軍的票 我跟他說 中央運募之前 電影運募募之前 以大陸市為主 你說拿軍的票會流失 我說單薄 但是你說要大量流失的時候 你以民調 國家的民調來看 黃珊珊撐到什麼 撐到你民進黨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說 不管怎麼樣 這次的三家座 可以說八百八百 要贏 有機會贏 要輸 可能也輸 但沒有了 所以萬安委員必須要努力 還要去基站走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民進黨的市長好選人 已經確定了 如果黃珊珊副市長 如果他還要治療副市長 那個時候選舉的政策就變成後面就越來越明顯 對 所以你說 醫院的狀況的地方 我們是在六軍 基站 民喚造 你如果說民進黨的優勢 他是在空站 黃珊珊 黃珊珊 你剛才已經跟談市長安裝算了 就要去走基站 你不就看他要走嗎 你不就看他要走嗎 對不對 你說黃珊珊副市長 他的優勢 就是他現在是現任副市長 他還有行政優勢 所以說他如果撕掉的時候 他是不是撕掉了 對不對 你當時中部長就說 你出事後 你12月的行政局你怎麼走 對不對 而且你還要去撕掉 人家你這樣說就 這個政策 你們不開始走 阿榮 我必須要說 他當然就開始走 但是走 你有走進入嗎 這又是一個問題 你又教他走進入 時間啦 時間的部分 所以說敵劑敵 資吉之彼 百戰百勝 阿你今天 你說問我們安安委員的力勢 也是有啊 他強的地方也是有啊 所以你說北市三腳都 我說 勝負還沒領到 說到這場新北市市 國民黨在這場新北市 後悠於市長 現在民調審算是領先 我們現在來看新北市 和台北市的報導 今天大家都來 最主要是因為 但大概是我最後一次主持 父親 最後一次以保長新婚 主持保庭 為何保長 但市長 加前副總統 但建仁作為出色 班長丁裡 台下兩人有說有笑 但市長也剛才說 他當作閉業的準備 面對蔡亞棟這期 是落跑的保長 但市長反報說 他自己是政務官 是自由業 他們去正人批評 台北市長我問得直接說 讓企業沒什麼說話 怎麼說呢 然後只能說請柯市長息怒吧 事實上是在做畢業的準備嘛 自由業也不是不負 就是可以隨便自由 這個關係很不自由 因為他要負很大的責任 至於有關黨的相關的規劃 我都可以配合 林佳龍加油 加油 蔡龍統他有特別說服我的三點 第一點 我的民調最高 第二點 我最能夠團結黨內 第三點 我最能夠打贏對手 林佳龍強調 建政在哪裡 人就在哪裡 不過頭一天在班長參加活動 第一歲的時候 說不定說 台北市需要的是一個 可以看冷協在你的市場 說不到也變成議員討論的過程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現在來歡迎主親 維提人區 區別 邀請 大家好 維督姐 剛才我們看到 後裔是市場 帶帶林佳龍加油 他真的可能真的需要加油 因為我們知道林佳龍部長 在最後一廟前進場 他說他準備的是台北市 他對新北市可能有很大的挑戰 因為他需要去了解新北市的市場 而且還需要來稅候選民 說他是適合選新北市的人選 民國 請你怎麼看 這林佳龍他要去蓋水 蓋水他為什麼最後他要選新北市 這他要去蓋水 但是他看到國民黨 你要打這個議題 你要打多久 現在很熱的 沒錯 但是這個議題 他說不算不算不算 你要說幾四個月 大家也聽到吵鬧了 所以這是第一 林佳龍現在還沒蓋水 蓋水他要跟人家說 好好地說 你不要說我民調最高了 這個大家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時間回來了 時間回來了 這個議題就沒收下去了 這一個 第一 我覺得民進黨 因為林佳龍是政國會 政國會在新北市 實力還蠻堅強的 議員 政國會 像現在的議長都是政國會 所以這個民進黨的政國會 在新北市議員的力量 也很強 所以我認為說林佳龍 林佳龍他的臨算也不錯 但是他的這個子弟兵也很多 但是他現在看他的政見 還有就是說 你要怎麼訴求 去說服這個新北市民 來支持他 這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 新北市的議題比較燙 包括林佳龍和侯優優優優優 你看就是以前 他在說話題 包括恩恩案 他都不會說 都不出來回應 但是看起來 最近林佳龍 他的攻勢就很猛烈 就一波一波來 那侯優優 他現在開始 他就是沒有躲在幕後 他都站在地一旁 他都會出來說 所以他覺得說 現在不是要閃爬 不能再閃爬 要正面對決 所以你看現在新北市的選情 比每次都比較燙 我覺得這是對林佳龍來講是好事 他就現在正面對 因為你要記得上次 包括朱立倫 或是上次這個豪優優在算的時候 他想要把那些選情 就是變冷 變冷 不要再燒起來 可是看起來 他這個策略都沒中 都都不對 你看像是那個 蘇貞 游錫坤 游錫坤輸兩萬 朱立倫差點翻盤 那就朱立倫當時也很酷 感覺他會贏 所以游錫坤在說什麼 都沒插他 那後來就險些翻盤了 所以等於說拚第二任的連任的時候 保守 保守政策到底對不對 我覺得看起來這是侯優儀 就比較精心 他現在這次都會自己對擂 是 副主委 那不是比較保守 因為如果說到保守 他上面也贏 不 我不覺得侯優儀市長 保守 最重要還是市場的問題 可以落實 做得好 所以說他國民的民調都很高 你今天不說 國民黨不說 剋世說我們贏的 耍雷時贏的 我們都不在處理 你有看到 風度這麼好 跟林家龍 部長說加油 加油 這一定要 甚至於 你說 民進黨不這樣 民進黨好不把你吹死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 包括他今天 長座 你怎麼也說真心話 因為這都是 不是他主動的 都是每天記者來問他 包括林家龍 部長 你在議會的時候 新北市你說台北市 你酥酥酥酥酥 一直想要選台北市 但是你現在說得出來 人就知道說 你對新北市市民 人的感覺就很差 為什麼 因為你說出來也是台北市 對不對 你心就想台北市 你走來新北市 當然你要讓老百姓把你檢驗 不是說這樣我就幫你保養 甚至於你拿油麵線 你來看新北市 不對 對 侯優儀市民就跟你說 你要來關營山 看台新北市 這樣才會增加 對不對 你沒關係 君主皇都 你紀念過去台中市選書 選的時候想要選台北市 選得不可以選 現在國不二三中 創他們文總統 叫你來選新北市 我也知道 你來選新北市的用意 你知道說我們輸的 但是你希望說 把侯優儀砍在新北市 讓他不肯定做一個領頭羊 走去吉他管齊來做伏算 這文公了解 但是今天新北市 將近四百萬的領口 你今天做過交通勞長 你現在最近 包括他的主題兵 也想說要打這個交通的議題 但是你不肯定 這就連家庭專門 不是說他專門 阿榮 這你就不了解 我必須要說 你如果說新北市的三發三耍 這坐雲的畜生 我和各位做部 我當初是在酒精尾 淋來做議員的時候 政治人的管長有什麼 索金槍 索金槍做管長的時候 他要把新北市原來的 台北館的坐雲 是要用BOT的 不是自己自營的 不是自己自營 是自己去的 是在酒精尾 淋來的時候 我們否定 因為為什麼 高鐵當初是BOT 結果BOT抽象都賺錢之後 也是政府下去收費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說 來 我們要生日一個座雲公司 我們要自己來幾月 我們要自己來跟台北市的座雲公司 來合作 後來我們新北市也生日一個座雲 我們來幾月 我們所有新北市的座雲 你如果要看民進黨 當初是 如果BOT的時候而已 你這樣怎麼搶幾條 所以說今天留在座雲 包括三番三番 一條一條 第一桶車 包括就在擠月 包括就在設計 你都擠了 而且我必須要說 你只說風明月 說新北市三番三番 還有加三番 三番六番 只有一番而已 我請教你 台北市的座雲 我們前往台北市民國八十一二三年 他在淋來的時候 開始擠月 到這堆車三十年的時間 經過的單水瓶市場 經過的麻煙球市場 經過的酷農兵市場 到這堆流流流流流流 還沒有隆重完成 所以說要蓋一個座雲 沒這麼簡單 但是你有在擠月嗎 如果說起來 由集社會淋來四五年 到朱立倫做規定的時候 開始下去幾個三番三番 郝優宜現在才第一次而已 我們環宗山 現在已經通車了 包括其他 你包括擋水的輕軌 其他包括這些漫台山 其他英國的 那就是新店 安家的 這些在片床的所在 慢慢都在行見當中 也整個設計 後來三番六番 如果都站起來的時候而已 我說對新北市的交通路線 這四百萬市民來說 那是幫助很大的 副主委你現在等多少 總統議員 剛才副主委說到兩項 都站在民主進步檔 頭上說你們有所謂的 在新北市 另外又說交通不是高梁 部長的全長這樣來說 不就在新北市 感覺民進黨比較虐待 你有沒有 你要安裝回應 好 剛才市民有在說 如果現在林家梁來 就是要砍擠蠔油魚 讓牠不能四處拍馬照 讓牠不能去做領土養 那是蠔油魚有這樣的講話 就代表林家梁是一個強棒 那民進黨派一個是一個很簡單 人民不見正傳 就是說很沒戰道力的人 那是很沒說在市場的規劃 還有說在市民的規劃 有環境的人 我想這個蠔油魚 他叫做很放心 他可以做他的工作 把新北市這樣稍微算一下 他就在台灣四處 做拿軍的領土養 所以他主委今天蠔油魚 自己有感覺有這種的 有這種氛圍出來 他就覺得說 這來的不是弱者 來的是強棒 我們來檢驗這個林家梁 過去在台東市 但這企業是 其實林家梁在台東市 要做進行程 他有說的一點 說十年模棄 那個時候 當年應該是說 林家梁可以參選指定 但是我記得 雙家梁倒在的時候 雙家梁說要選 那麼林家梁惡化不說 就說我破選你 那個時候可以代表說 他的韌性 還說他的百黨 他說雖然他幾月好了 但是他覺得說 中央有更加適當的人選 雙家梁下去選 那個時候選到這個性質 也非常接近 這個就是代表 證明說 林家梁的這種人 他有這種 百黨 有這種韌性 但是他經常做 他把他的事情 他說 對台東市的市場幾位 他就選到 左邊 左邊放在那裡 但有一天 他如果可以順利來 彈飲這個市場的時候 他就來 來這種 來實現 所以你看看 當林家梁來 彈飲台東市場 之後 對台東市的建設 對這位 他就開始 這個幾位 所以現在 盧修院 用的這個 這個 這位 實際上是 林家梁死代了 已經幾月好死 但是林家梁幾月好死了 這個 盧修院 我們再給他修改 我們提出說 進行 我們台東的盧寬衡 在算益的時候 讓我們感覺說 好有什麼 接吻站的變通 都刷在這個 跟人情表 引導有關的所在 讓我們感覺說 這實在是 匪夷所思 不敢想的 這就代表說 林家梁做事情 挑剔 他做事情實在 他不會說 把他的接吻路線 去搞那種 地方的勢力去掛高 但盧修院 有怎麼做的 我們不知道 不過那個 這個情形 可以讓人看到 說 當時 這個 這個 台東的接吻站 雖然現在 這大 變 這大 變革的時候 大家就質疑 說 盧修院 你是不是有 鄉頂的 歐西蘭 來點頭 鄉頂的歐西蘭 來說轉彎 那麼 我們現在說到 林家梁在台東這一趴 現在說到 他得到的 台北市 當然 我們了解 林家梁 本來是說 可以選台北市 但是君主基金 我希望 對我對社區的環境 對社區的未來 我得到我的生活 所以他有做功課 他也對台北市做 非常非常多的功課 他說 我做了這個功課 如果我來選 我來選 我如果沒有選 我也可以把這個政經 來讓我們民進黨提名的市長 好選擇 所以當市長也可以參加林家梁的政經 我想這裡面 都沒有衝突 所以上這也可以解決 因為今天蔡英文主席 有說 上北上志頭 而且今天又團出說 北北街頭四的管市民進黨 的政經 要共同來提出政見 這是給林家梁一個幫助 也不對 林家梁這位台東七七年 這位高通部部長 我想剛才社會說 交通不是全中 你就會對林家梁不瞭解 怎麼可以說一個長期的交通 不但收聽的人對交通 還不瞭解 這應該是不可能 所以將來在北北 我相信將來我們這個 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要從國外來說 這是一個專台灣 百百幾乎 就差不多這樣 專台灣的一分之一的人口 對 這二分之一的人口 如果是串聯這位 那個叫做共同生活圈 北北基乙 北北基頭 就是共同生活圈 所以我相信 林家梁他一些政策 他從台北市的政策到 新北市的心 這有些部分寫到連結 譬如說捷運 這種軌道 這三萬三千 再接台北市的這個 不管是剛才說 新北捷運公司 還是台北捷運公司 因為這個捷運 現在根本就不分 不分新北跟台北 因為他的路線是相同的 所以他出了一年 林家梁在未來 他對新北市 是不能說 他說一句話 中的這個四股 考古說 因為過去 對台北市有幾位 所以他就 從他講到新北 還講到台北 你就用這個圍 來講 他沒有在台北 沒有在新北 我認為 對林家梁來說 是不公平 而且 我所在 林家梁現在 對新北市的市民 已經開始推出了 他的政策 包括他說 這個假牙 是不是要來裝置 裝置假牙 有人說 裝置假牙 如果拿政府錢 還算不一樣 不過 這是要可能說 我們的高齡化之後 高齡化 他們是一個趨勢 那麼這個高齡化之後 是不是說 假牙 是不是有需要 會增加的人 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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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這個時候 對這個政策 我一年說 是符合實際 這個我們聽 以後再說 你不能讓我們臺灣 生肯解以後沒有議題 跟我講 民眾議員說 百百雞頭 加起來 全台灣一半已經靠 剛才到台北市三家都 我們現在來 各地的時間 說一些民眾黨 就是說 各問題當當當主席 他日空日 是要參選總統 台北市他有派人選 本地有聽到 他新北也要派人選 他不可能說 議空日書要選總統 在這個人口最多的地方 沒有去練兵 怎麼會這種狀況呢 這有兩個方向 第一次傳的是副秘魯 副秘魯要選新北 但是他還有可能 錢的問題 副文哲最高 大家都知道 副文哲最高 斤斤計較的問題 所以他有傳說 就說反正新北也選不贏 民眾黨是小黨 所以乾脆把那個錢給省下來 乾脆去別的地方 最主要是錢的庫量 但是現在說 柯文哲如果想要挑戰 2024的總統的話 那現在他多人 邱承遠 要不要選佩 但是他多人 那你看基隆 宜蘭也有人 陳婉惠 那再加上桃園 桃園是賴香菱 那現在高鴻鞍也新帝 新帝也要選 現在白白整個 你看這個民眾黨的提名 他把所有的重心都擺在北部 因為他會修董 所以他的資源有限 你要怎麼擴大化 所以看起來他重心是擺在北部 那所以柯文哲要選2024的話 那看起來 他現在如果新北市沒有提名的話 那缺一塊 缺一塊你說 大家都在造勢 動算動算 如果你身體不拿人 看起來就是說 他小雞 第一個受創是小雞 小雞你沒有母雞 沒有母雞把你插頭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柯文哲畢竟只有一個人 他沒辦法爬爬走 那所以看起來 我是在猶 新北市最後也是會提人 這樣子他北北 整個大臺北 再沒缺一個 缺一個差很多 而且新北市人這麼多四百萬 所以我感覺民眾黨最後還是會提人 是 說到三角度 現在土方市也是三角度 我們現在來看土方市的選情 主體會所領下 正新的市場民進黨統治 頂三三年臨地間 再起到日本 台灣交流集會 台北市部署 多兩安倍 不過國外 繼續在關心臨地間 台台國發社社會論文 好像是操縮的案件 台台後庭觀眾變成第一面 對論文案發表聲明 對論文操縮的問題 任地間計程不回應 不過如果要繼續說他的事 這期任地間在中華台下社社 的實施論文內容 是操縮地區委員研究報告 若文天洋作委到一年 大學生批評 除了能夠影響地區的報告 不過心中是不能再操 對任地間論文操縮的案件 中華台下十三也發聲明說 好好幾六天來 好多次 整期揮評 造成蘇生的困擾 因為論文的正義已經由 後來我的專業人數 造成新議委員會進行調查 記者綜合佈渡 對任地間論文的問題 我們很幾天有討論過 總是我覺得陶芳最差異的是 中國國民眾的傳染人 中山政 山西 民進黨的陵地間 民眾黨的熱鄉林 這三個都是多少人 算是在陶芳 我們說是空港的部隊 總是我們在陶芳看到陶芳市場有些大問題 譬如說南陶芳 北陶芳發電不照顏 北陶芳稍微有發電 南陶芳停起來 另外就是崩潰的問題 陶芳的崩潰在地蓋 可能五年以後就不夠清楚 現在比較適合說蓋地散 我們來看陶芳的環境 你覺得中山政 城山西 得到國民黨的提名 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知道國民黨裡面 也有一些風暴 因為前主席 羅帝雄想要參選 說不得到提名 對國民黨抵討的選舉 你怎麼看 我必須要這麼說 當選前印章 大家都說他空港 但是畢竟他過去 在要進入政府部門 正在內閣的時候 他應該就在龍潭 這個洪基的園區 就在那裡已經工作十多年了 所以你說他跟陶芳 沒有延年 他畢竟過去也在那裡住十多年 所以說他對於陶芳的了解 我相信他應該比林地堅市長 那就是劉委員還要親立 而且他還有科技的背景 他也做過行政營的議長 所以說你以陶芳來說 是我們國家的問民 因為我們陶芳國際紀念在陶芳 是 你當作是過去自立輪 在做館長的時候 拿出的陶芳、航空城的過創 你整個北陶芳 開始整個都開發起來 而且那時候 還有這個房間 包括就坐我們基調山 來通車之後 你可以說北陶芳 現在開發一個很快的 你說南陶芳的部分 是不是有均衡下去平均發電 看你電門餐市長做兩年 你的幾歲呢 如果要叫我們剛才說的 林家龍 部長說 新報紙三番六算 我只看了一算 你都沒有說其他的算 回到幾歲回到現場 我也必須要說 陶芳你如果要照你這樣說的時候 電門餐市長做八檔的時候 怎麼會南陶芳 你怎麼都會不像北陶芳 這樣提升 而且我必須要說 北陶芳下去提升的時候 由自立輪做通知 通知管理的時候 就開始下去整個月了 到這時候下去發電 你現在南陶芳會整個發電在哪裡 所以說你如果要整個這樣算起來的時候 當選擇一定 他如果去通知下去算的時候 未來他如果做市長 他整個通知的幾歲 我剛才說 他過去住在梁潭 承他的風區旁 十多年 這個地方就是南通知 所以說他未來 他有辦法讓南北通知去平衡 讓整個台灣的民民通知 整個做提升 是 我覺得他有機會 但是翻到回來 你喝這間市長 你在新的市長 你做兩年的市長 你的方便不錯 行程也不錯 但是 你今天第一時間 你來跟討論的時候 你對你的論文 你都說不清楚 傳來說 我說過 我說過了 但是 你一般的民眾 大家閉下去 面子好像差小的 到底是人炒你的 還是你炒人 你現在都說不出來 你都說這是我 這未來要印第選去公佈上頭的 學歷 如果腳師 你叫好 把你撤銷 傳來的時候 你去定期的時候 用這個企業的時候 你不變早期 你在騙選民嘛 所以說你只說 你可以 都說過了 後來如果事前的問題 如果要問你的時候 你也是一樣 我在議會才會說 其實是說你去我的網路看 這樣大家選你 你不可以把網放在人家裡 所以我就說 比論啦 比論 大家選民一定會減死的嘛 他會去思考嘛 你面對於這個問題 學歷的問題 你都說得不清不楚 你都說我講過了 如果未來後來你到頭上市 你後來做市場的時候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也有可能 他會說很清楚 因為那個對他不凶 對他有凶的我閃 對他不凶的我 我會說啊 其實是 他後來也可以說 我沒想過 我已經說過了 對不對 有可能嗎 這都是問號嘛 這都是大家 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要把你檢視的地方 看你過去的行為 你對於這件事 你面對的態度 是如何 大家選民 大家會去評論嘛 是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就說你今天對頭上 你三下肚 你包括老委員 他現在也是一直在幫你 要求你這個部份 那是怎樣 你如果說三下肚 裡面比起來 現在是民進黨的事情 但是過去頭上的部份 是哪有更多 你要怎樣 第一 這個過程當中 還要這樣把它翻回來 這是一個破口 你說到這個 我來請教長議員 因為我們知道臨地跟市長 現在有這個論文的挑戰 屬於說 它有另外一個挑戰 因為我們的臺灣市長 實在是做了 算說很好了 頂便利空一半年 民進黨輸到頭頭頭的時候 臺灣市長又連任 在這個公道的時候 他三下公道的時候 做得還不錯 他這個零容 有辦法鑽給臨地跟市長 這是另外一個挑戰 你怎麼看 好 我想電文禪 他是多做 少說 在這裡大家都覺得他正通人和 所以他在通的發電 跟通的這關市場 在這裡有很高很高的溫度 這大家都很清楚 那麼我們現在先來說 臨地 臨地跟 他在新中市 他中一邊的選舉票所是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他一個人選舉兩個人 他是過半所 所以也證明說臨地跟在新中 他完成了很多我們市民朋友的輕盈 那麼現在是不是有辦法來銜接 那麼我相信最近 如果在拍這個論文 我相信有人說看了 黑眼就開槍 大家就是說 臨地跟你看 我現在沒有在騎你 我現在騎你這個論文 你就涉嫌抄襲 涉嫌隱疏 或者涉嫌抄自己 意思是說自己在這些 族客的這個報告裡面 自己一以兩次 你那裡做報告這裡做論文 我相信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當事人 也沒辦法來解釋 只有交給這個學術單位 譬如說交給中華大學 交給大學 他們去做一個很清楚認定 他們的邪術邪術倫理 邪術邪術的這種做法 跟學術的這種看法 所以我相信 這個臨地跟這個論文的方法 應該很快就有一個水落石出 就是說這個東西 哪裡它是不是有抄襲 它是不是怎麼樣 我認為我們在這裡 不用幫他做解釋 因為真的就是真的 價格就是價格 到底最好是怎麼樣 我相信交給我們這個學術單位 來認定 我們不要再繼續幫他抄襲 這樣就好 那麼我想 突然是一個很年輕的社區 我們剛才說北台灣有航空城 跟我們台灣的這個門面 當然這對新的這個社區來說 它是需要有很多規劃 所以我們這個機場捷運線 可以借到台北市 跟台北市的這間台北車路 來接軌 我們可以在台北車路 來切個印條法 在這裡到機場 不用再掛行李 這就是一個很進步的這個做法 相信啦 因為這是地門產的政策 但是現在是林地間 要那種的性質 性受這個政策 也應該要林地間 他要怎麼拿出他的看法 也不可以說坐點 就我們地門產 把票來依給他 當然人民也看到說 這個林地間 他是不是有能力 借我來把創作投行的這種 還在更公平的這個社區 我想我們剛才有說 投行的發電很快速 也有很多人說 投行的空汙是不是有比較多 現在現在說投行將來未來 是不是會再高點已經過了 就全部再高點可期 我想這都不一定啦 這事在人為 因為這個工作是要做 應該做不完 因為未來 我們投行機場完成了 投行之後完成 我想有可能 不一定 還在我講的未來 我們相信機場有可能 會做一個改動性的結束 我想他在臺灣所反應的角色 臺灣所反應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我今年說這需要一個 對在地環境 對社區獨立 對整個都看得出來說 讓人民感受到說 你是要來幫我 投行做一個更好的過月 不是說要來這麼加過水 因此我們臺灣 這個應該要經過 論文的問題先放一筆 說這個問題對不對 我們就交由專業去處理 那麼我開始拿出他的政見 讓人民看到說 他的這種思維 跟他對社區未來的看法 我認真說 臺灣應該在這方面 來表演出他的油點 讓大家看到說 不一樣的臨之間 是好 同樣說什麼 我們知道說 身體也是一樣 是三腳 剛好我們最後來看看 這是我看過他拍得最好看的一張 因為看不到他的眼睛 需要為蔡其中推薦申請 總統蔡英文也希望 他在年底台中市長選舉有好勝責 市民部長他的民調 樓後現任市長劳修援 也不過蔡其中信心會走起來 另外台中南頓文山庫 人口增加快速 有新政國中訴求 不過現在有定地沒有 達到國中社交民主保守基準 早期中建議先設分好 高雄中央政策 嚴格勞修援不敢看法 在第一市長是分決定 直接在設好 請求中央 那就是同意我們就是 以專責的學校來設立 並且給予補助 會再繼續尋求中央 以及立法委員的支持跟協助 行政市長三政部分 郭峰安柯定代表 民眾總統參選第二天 到鄉山庫選議員選舉 民進黨的政府市長 新飛鴻 也和都會議員 參選人參加華東共同做事 國民黨六個議員 已經經營 也和董事議員 參選人協選 去上品三人都開始 結婦帶走 現在三個剛才的國民 也要讓國外關注 未來感激出現去不好用 新竹市民住宿性非常的高 不會被隨便就被操弄 我會持續加油爭取市民認同 分不分票以及大家的競爭的起伏 選擇的人是新竹市民 我要得到的也是新竹市民 對我的肯定 新竹市的選民應該都還算比較 程度比較高啦 素質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想如果是要有人要刻意去操作 所謂的棄保我想選民也沒有那麼容易被操作 三人都有信心不會讓棄保 也要清楚這張三件才剛才開始 都共同會推出政策骨肉 政出選民支持 記者總括報道 民眾議員我們剛才說到 只有新北市是兩個人 對誰頂高機 機他都是三腳都 如果說到三腳都 既然三腳都 最後都可能說到棄保的問題 像同時我們知道 現在老鄉林的委員 他可能最好有閉嘴 那個棄保的對象 另外我們看到新竹市也是這樣 不過高峰安 首先代表民眾黨來選新竹市 民眾黨在新竹市 就是關門的 本身在新竹市的科學院區 他受到很多很多的支持 高峰安是可能比較無法 讓人來操作這個棄保 你怎麼看 高峰安本來就要選 他拖這麼晚才選保 我也覺得很奇怪 重點是 你覺得有說 柯文哲 他的父母 他的房子都在新竹 新竹就是柯文哲的老家 所以他覺得他媽跟他爸也有票 很多人喜歡柯爸柯媽 這是事實 第二個 高峰安本身 他人也很漂亮 也很聰明 口才也很好 靈靈也很好 我們有看到他在立法院問政 表現也不錯 那高峰安本身借人選也不錯 那柯文哲有說 除了高峰安本身的條件很好 不要忘記跟他關係很好 那個郭台銘 鴻海的當事長郭台銘 還有這個宣明志跟柯文哲也不錯 他們兩個把他炒旗子 幫他欲援 幫他加油 那個可能組客的票就會來 這柯文哲很有信心在說 第三個 我覺得現在高峰安的策略也很對 他現在鎖定 鎖定沈慧紅 民進黨的提名沈慧紅 他要形成那種雙紅對決 兩個女婦的戰爭 不要忘記 其實新竹現在最強的 是國民黨的林庚人 他是黑連霸的議員 他的民調也很高 但是他的致命度比較不高 但是高峰安他的策略是對的 現在他跟那個沈慧紅來對決 他把林庚人先邊緣化 不要插他 所以兩個女人 兩個女婦先拉起來 知名度先拉起來 所以你看 高峰安現在在說的 都是說沈慧紅 跟他說的也是落跑 什麼的 就兩個人先對 把林庚人最強的 最強的 把他邊緣化 兩個人先邊緣 兩個實力相當 最後可以形成沙喀都的時候 他不會有氣爆的問題 這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因為選舉也是要考慮 那位話題 像張善政 我跟你說 他人都沒氣了 張善控有在算嗎 你不能一直躺在那 看那個林志堅出包 你就覺得很開心很開心 這是不行的 因為選民有一些 是要看說 你這次命度再去投票 林庚人如果你太沒有存在感的話 到時候人家 林庚人是誰人不知道 雖然他是在地力量比較強 但是空軍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感覺說林庚人